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却无处进退 都早有预备 真心太浪费 错过也无所谓 虚伪的喜悲 大人都沉醉 留我一个 还自顾自顾后退 爱是可念不可说的借口 残忍无声的漫渡 可失去男人拥有 在以后 你散落在每一个面 空记忆在点火 他烧过最后的承诺 阴暗是漫长的灯口 可惜谁能够 有下一次邂逅 都早有预备 真心太浪费 错过也无所谓 虚伪的喜悲 大人都沉醉 有我一个 还自顾自顾自顾后退 爱是可念不可说的借口 残忍无声的漫游 可失去男人拥有 在以后 你散落在每一个面 空记忆在点火 他烧过最后的承诺 遗憾是漫长的等候 可惜谁能够 有下一次邂逅 Zither Harp 爱是可念不可 不可说的借口 不可说的借口 残忍无声的漫游 可失去男拥有 在以后 在以后 你散落在每一个面 空记忆在点火 他烧过最后的承诺 遗憾是漫长的等候 可惜谁能够 有下一次邂逅 阿芝啊 听说呢 今天你已经是晋升大字背了 喂喂喂喂 是啊 沒有 沒有那些事 沒有那些事吗 你亂来啊 你已经是晋升大字背 就是在我认识那么多朋友里面 即是 有个大字很重要 有个大字很重要 絕对啦 是啊 當然不够资格啦 不可能啦 是不是 大字背 真是声音 是啊 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个共同的朋友 我們所有朋友 共同的朋友 大波东 大字背的很重要 當然 大波东真是厉害 今晚走 阿芝原来有很多个新袋 叫做大瓜芝 沒有那些事 喂 真是论背份 真是太差了 我們這些年輕人 怎可以有这么大的背份 你想不想听大新聞 我告诉你 來吧 來吧 好 大家想不想听大新聞 上啊 你 我问大家 而不是问你 我代表大家 你的標準 是吧 好 好 這個大新聞是這樣的 話說 今天 2020年 F1俄羅斯站的比賽正式結束 博塔斯拿到個人第二座的F1獎盃 這個梅塞德斯車隊 亦在俄羅斯實現了七連勝 維斯塔潘第二 夏美頓第三 來自我的朋友 郭力銘 每一場F1都會跟他們報道這個戰果 這是不是一個很大的消息 對 昨天說了 昨天是干位賽 今天就分出一二三 對 沒錯 你真開心 這個朋友說Hero哥 你之前發過一篇 講結婚流程準備的推文 可不可以發上微博 結婚流程的推文 可不可以發上微博 你有發過一篇這樣的東西嗎 有的 好像有的 即是我們在微信的訂閱號上面 好像發過的 但可不可以發上微博 如果找到當然可以 這些沒問題 好 據一發就是Hero哥 我是眼周在深圳上梅林 一些檸檬一些茶喝茶的小哥哥 從廣州現在回梅州 專門去路過打卡的朋友 鴨屎香檸檬茶真的好喝到飛起 現在還在梅州的高鐵上聽直播 十點鐘到站 還要開車從高鐵站回家 一直支持你們 來自謝晉元將軍故鄉的 就算未落可能 即是排片少很多 排片一來少 二來時間可能不是太對 但當然你跟我們正常人的時間 不是太一樣 想不到你昨晚 但電影院的時間是正常的 你真是 你不能這樣說電影院 我真的想不到 昨晚我回家 快要洗澡睡覺 但不知道晚上還發生了這麼多事 是啊 昨晚到今天 手機耗電量很大增 對 很厲害 好 這個朋友 原來是大瓜子 我還以為是晉升大什麼 大什麼 相當我來了 很久沒有聽直播 也很久沒有試過 九點就睡了上床 這一年自己人生當中 加入了另一個階段 畢業之後 然後很艱難考上了深圳的教師編制 現在一名老師 也將會陪一群小朋友一起長大 希望以後工作順利利 可以開心心 老師好 好 加油加油 這個朋友就要求你看 我男朋友的菜菜子 吃你們家的月餅 你們出了這麼多年月餅 他都未曾買過 一直覺得貴 今年還是 算了 我買給他 買給男朋友吃 女朋友 誰知道我男朋友一秒入坑 為什麼有如此優秀的女朋友 對 真的值得賺這個女朋友 對 然後女朋友 專門發了一個 他們倆之間的微信 聊天的截圖給你看 男朋友說 寶寶最後忍不住 吃了一個 女朋友說 好吃 男朋友說 好吃 女朋友問了 有沒有四重口味 男朋友說 就是太貴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喂 哈哈哈 你心想 如果你做沒有這麼多重口味 會不會便宜一點 兩重 那會不會便宜一半呢 哈哈哈哈 接著呢 女朋友說 有沒有洩尖上戀愛的感覺 那麼 男朋友就回覆她 不像月餅就越餅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麼重要 涉淺上戀愛的感覺 很多朋友問 現在我們的流心四重咒還有沒有 很抱歉地跟大家說 流心四重咒基本上就沒有了 為什麼說基本上呢 首先我們的倉庫會留幾十盒 因為我們怕物流的期間 例如有些朋友落單幾失了 有些朋友說被物流弄爛了 我們要換給他 沒錯 如果我們預備做一些準備功夫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留幾十盒 就不敢買 所以基本上就沒有了 不好意思 明年要早明年趁早 這朋友說嘻嘻 跟男友去珠海很開心 在車上聽節目 一開聲就狂笑 以為有瓜食 然後這朋友說 昨天有什麼大事? 換手錶 對 這個朋友跟我們說完 真是大事 這件大事 今晚真是大事不斷 在這裡補充一下 廣州一共有123間數字中學 一中到123中 但很多已經被跟名合併 成了小學或者乾脆被拆了 據我統計 老三區只有26.5%的數字學校行傳下來 這幾年21宗和47宗 亦相繼沉入歷史的場合 可能在不久的將來 在不久的將來 數字學校將會完全消失 讓我們記錄這段歷史霸 多謝上帝 多謝李智珍 多謝你給我們這方面的資訊 原來最厲害到123 1、2、3中 1、2、3中 這些全都去博彩業 這間學校的 有沒有這間中學畢業出來舉手 出來呼應一下 全部都去澳門工作了 1、2、3中 雙哥漫長很久沒聽直播 我知道有一間肯定會保留 為什麼呢 一中 廣州市第一中學 他會改名我不相信 其實前面都有 都保留著 一中、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七中 都保留著 八中是什麼 九中好像沒有 十中好像以前有 以前好像在海豬廣場那邊 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 十中不是在文德路那邊嗎 不是在海豬廣場那邊 十三中 十三中 沒錯 十七中有沒有踢球 有 有 二十七中呢 好像沒有了 二十七中沒有了 不知道叫什麼外國語什麼中學 排在太后那些真不好意思 好像那些四十七中 簡直說名叫廣州中學 你不要跟我爭 搞到廣州市第一中學 好像廣州中學的附層校那樣 你自己是這樣理解吧 多混蛋 反正我知道一至七還站在那裡 行 一個和七個 相當晚數很久沒有聽直播 秋天來了 好想談戀愛 在線等一個秋天的男朋友 希望你可以很快等到 是 好 其實我想問你們的暗號 床前明月光和你們買月餅 是否有些關係 這個朋友很明顯是新朋友 很明顯是新朋友 其實我們在國慶期間 會有一期的節目 就是我們對所有我們的新朋友 什麼為之我們新朋友 就是可能聽到我們節目 三年以來的朋友 即是近一兩年聽的 對 近一兩年加上一件衣服 你的理解不錯 就是這個三年內 聽過我們節目的朋友 歷史大概三年之內的朋友 我們會在這個國慶節 愧贈一份大禮物給你們 嗯 請留意 請留意 密切 這個朋友說 西瓜都 49點路過 撿到被江南吃了 49點 OK 這個朋友問 Hugo 明天的直播是否叫做 國慶聯歡晚會 還可以 反正一直聯歡下去就可以了 大家聯歡晚會 這個朋友說兩老 你覺得每個月的工資存多少 比較合適 例如 我有一萬元到手 一萬元要存多少 好像有一個公息 我跟你說 所有的公息都騙人 你相信其他人不如相信我 你這個不是公息 首先 對自己的工資 要有一個彈性的理解 譬如說 你有沒有固定資產的投資 譬如說買樓 你一個月供多少錢 如果你一萬元 你一個月供了八千 你剩下兩千元 其實我覺得 作為消費來說 都可以 真的不用怎麼存 因為我不知你在哪個城市 如果你在廣州 深圳 東莞 我們的大灣區 其實一個月兩千元 這個消費 其實可以 都不是奢侈 都不可以奢侈 就是慢慢的 我自己心有這個體會 我自己心有這個體會 是嗎 捉襟見爪 捉襟見爪 所以差不多 因為你有80% 就放入了一個大的資產投資 所以其實這件事就花了 但是如果你說 你還沒買樓 還沒買樓 我勸你 就是儲多些錢 做一些理財 做一些規劃 其實所有人都認為 所有人都明白一個道理 不是都認為 所有人都明白一個道理 就是說 其實賺錢的最高境界 就是錢賺錢 是 這個東西 我相信十歲年輕人也明白 我兒子也明白 對不對 我這麼多年 騙他的利是錢 全都是這樣跟他說 例如爸爸幫你儲起錢賺錢 最後都是玩金融的 錢賺錢 是的 但是錢賺錢 你要靠什麼 你要靠你自己有本金 所以當很多人都明白 這個錢賺錢的道理 但又不捨得去傳這個本金的時候 其實你永遠都不會變成一個有錢人 就是這麼簡單 有時候很多朋友說 譬如說現在這個銀行理財產品 有3% 年化3% 或者年化4% 好了 即是多少錢 100元 即是有4元 1000元 有40元 是 1萬元 有400元 很多朋友就覺得 哇 我一年 我辛苦儲1萬元 即一個月儲1千元 儲830元 一個月儲830元 我一年 我賺多少錢 400元 跌了不斷 所以很多朋友一計這條數就放棄 那就是你走向貧窮的 或者你在貧窮的線內 原地踏步的第一步 就是先兆 根本上原地踏步就是 第一步就等於最後一步 其實你是沒有前進的 你不要管 400元也好 明白沒有 一定要走出這一步 是 那你想想 你儲2萬元 你又800元 是呀 你滾你你搭你 是呀 沒錯 所以千萬不要說 哎呀銀行 譬如說我買理財 那些年發這麼低 一萬元一年才只有400元 買手還包 現在不可以做保本 是不是 都不夠 平時一頓飯就沒有了 是呀 做來做什麼鬼 不如洗掉去 如果你有這樣的思想 你就只能夠在貧窮線上 原地踏步跟我一樣 是不是 經驗教訓 是啊經驗教訓 什麼人可以跟你講真理 就是有經驗教訓的人 明白沒有 這個朋友說 雙燈我剛才一邊洗澡一邊聽直播 唉 然後突然間你們的笑聲 弄得我的手機掉下來 嚇得我 現在有些小程序聽直播方面 很多江門學生的朋友來報道 有沒有學生的朋友 學生朋友應該就有很多 沒錯 沒錯 歡迎你歡迎你 學生的朋友 是 這個朋友說 節衣宿食為了買窩居 還要借錢太難了 準備要過上一個月 花200元的日子 新唐怎樣 Hugo 當然是買 跟你說買買買 是吧 九鐘在長題 又名這個長題 真光 這樣 OK 真光 這件事不錯 是真光 是真 真假的真 真理的真 不是真光 他是這樣寫的 是 真假的真 方川那個叫真 什麼 叫真光 哈哈 即是方川 阿燦的旁邊 我知我知 那叫真光 很像是 是啊 那沒理由 為長題 燈光 你不要管 哈哈 OK OK 這個朋友說 你們國慶節對新朋友 就有大禮包 是吧 新朋友有老朋友沒有 即是大數據殺熟 告你們 不夠你說 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可以从一个这么烟的词语沉迷 我们怎么也想不到 我们居然做了一间大湖联网公司应该做的事 给我们满足一下大湖联网公司可以明白吗 就当我们是大数据杀数 真的要命 厉害厉害 先不要告住,让我们先满足一下 这个朋友说 明天我们的朋友善闻生日 可不可以这么厚祝他生日快乐 善闻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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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闻哥,时间可以赚钱 请投份保险,保本增值 大哥,这个保险呢 我觉得这个保险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肯定是美国佬想出来 应该是富林克林 好像是保险之父 他很厉害 很厉害 我们谭笑风生 骂他还是骂他 对不对 让他想到这个招式 真是绝世好招式 对 而且也是帮到人的一关键时候 对不对 对 你付钱的时候 你又不希望花这些钱 發生的 对 现在还有些 不知道到你几十岁 阿智你已经领完了 那些 到几十岁就会 很有钱 你真的 对 很多朋友都说 一分前一杯 新开档 一分前一杯 阿智是不是买了房子 不用 我告诉他 不用 很有钱 你知不知道 那些理财 即是到六十岁 七十岁 都给你 没错 而且不止原来是数 对 好像几倍 还是几倍 你有没有看过那张纸 后面的细字 肯定没有 整本东西这么多次 难道 你看到 我当然没有看 但我们家里有空的看了 结果呢 他说我们被人打算 他说我们会被人家找死 他是说 如果你是出 watts 你又能不能役护 有钱 是这样的 对 是 有没有这样的事 你想自己生病 不想自己生病 有些这样的事 是 可能每间公司不同 我那间苦力 好 但基本上 我估计都是天下烂 即是大逅小逸 是的 是的 原來是這樣的事 在這裡說被人找笨的事 我不知為何 因為我的人蠢 經常被人找笨 怎樣? 你有訴苦嗎? 不是訴苦 我絕對不訴苦 我這個人是樂觀自信愛 被人找笨之後 譚笑風生說出來和大家分享 讓大家開心一下 讓大家覺得 原來這個世界有一個人比我更笨 很幸運 我的生存是為了奠定大家的自信心 簡直增加大家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昨天有一件很穩定的事 昨晚在節目中忘記說 昨天早上我跟兒子去車子打網球 然後在黃埔大上上華快 然後上華快 然後轉環城 然後在大觀路口出了 在大觀路口出的時候 每次出的螢幕都會顯示我車牌 然後就報給我聽 你是ETC 對 是ETC 然後報給我扣了5.7 我每次去都是這樣的 但是昨天去到大觀路出口的時候 他又無法顯示我車牌 桿又不升 我覺得我之前的速度有點快 他掃不到我 然後我輕輕倒了 我看後面沒有車 我看到鏡後面沒有車 我輕輕倒一倒車 桿又升了 這個時候我就沒有顧著 看那個螢幕 看你扣了多少錢 對 那個LED幕沒有看扣我多少錢 我出去了 我出去了打完球之後 回來的時候 又在大觀路上升了 在大觀路上升了 桿又不升了 又不升 然後有個工作人員 很好人 他就拿了一部類似那些帽子 那些無線帽子 就在我車上掃 然後再開 然後再開 我就上高速 又是一樣 就完成轉華快 在華快那個花城大道口出的時候 出口 出口那時候 就不行了 那個ETC又不行 幸好 旁邊沒有車 我就走了人工那條線 走人工那條線 我就拿了一張 ETC卡給他 收費 這張預通卡給他 是 他一掃出來 五十八個多 嗯? 為什麼這麼貴呢? 我說回來是 去五個七 回來是六個四個多 還是六個多 我忘記了 每個星期都走 對 熟得不得了 然後他說 不是 他說 你早上八點二十幾分 在黃埔大上 然後一直在遊車河 一直在高速上走 走四個小時 你現在十二點幾 出來 這樣 我跟他說 我不是 我在大館下 然後 把過程跟他說 這個時候 後面 那條車 那條車龍 長得媽媽 你知我這個人 有很多人怕 除了不怕老婆之外 我 大家反過來想 我反過來看 不是反過來想 我反過來看 有這麼多車 我就不好意思 阻礙人家 我是一個很怕麻煩人家 很怕為人家造成麻煩的人 我天生是這樣的 所以 我見到這麼多人 我說 不是 我是這樣的 但看到後面的車 又很不耐煩 隱讓 又看到中指 都凍出來 這樣嗎 還是我心理作用 我不知道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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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個多 就算了 我問他 我有什麼可以爭 他說 你去公眾號跟他爭 他說 成功機會有多少 未見人爭 贏過 我猜他有 攝像頭 對嗎 怎麼會爭不贏 我又不知道 既然人家已經給了下馬威給我 那就算了 即是在拼命罵粵通卡 拼命罵心裡 罵粗口 58個多 買了經驗 跟大家說 他知道乾不起 你千萬不要走 北京時間 22點剩 再次跟他說 你如果用這個ETC 你去到出口的時候 那個乾不起 或者那個螢幕 不顯示你的車牌 以及扣了多少錢 你幾帶不走 就不動 你幾帶不走 這個是昨天中午 那個花城大道的收費員 那個姐姐 她跟我說 她幾帶不走 即是你先確認了 是你先確認了 你叫他過來 所以買的經驗 我本來覺得 我58個多 很難請 你知道嗎 一個月只有2000元 一家人 你叫你 他叫你 萬一你驚為天人 成為了第一個 咬得贏的人 即是你都很威風 他就說 要去咬一下 要你做這個第一人 我才不去 很威風 很威風 你想一下 你跟什麼垃圾公司 在爬頸 對不對 你要想一下 對不對 大哥 狗咬人是可以的 但你沒理由去爬狗 對不對 你要看看你自己的身份 你跟什麼人爬 對不對 不爬 不爬 其實就是 我想在這裡 我開始覺得 五十多元也挺貴 對 關鍵是十倍 對 關鍵是 又不是十倍 我去六個多 回來是 去五個多 回來是六個多 加上十幾元 加上十幾元 四倍左右 但問題是 我當時 我是這樣想的 對於一個家庭 一個月支出 大概2000元的人來說 這個的確是一個 很龐大的天文數字 但如果我可以晚上 在節目上 和大家分享 對不對 我們有這麼多朋友 聽我們的節目 你圍到 我們節目 大概都五十多人聽 對不對 大概一人一元 大家就學到東西 攤回來 是 我又提醒了 萬一我們有五百多人聽 一人一毫子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沒有萬一 不敢做太大的夢 不敢再萬一 這個已經是中堂夢的極端 對不對 阿智你要這樣想 對不對 對 對 如果 就算沒有人聽 就只有我們兩個 對 你都攤了一半給我 對 沒錯 你也知道 你我收到錢 那些奸外錢 收不到二十九 麻煩你 既然你都這樣開到口 好了 我也不好意思拒絕你 你說這個人 我不知道怎麼說 這個標 不是這個標 這個朋友說 你有沒有試過睡著覺 給人換標 我 但這個小米手環是舊款的 他換不到的 換一隻新款給我 我還賺了 你的手環還撐著他 睡得軟軟 什麼時候睡著了 什麼時候沒睡著 多清晰 比他本身更聰明 真的 好 讀電郵 讀電郵 這個朋友就說 很多朋友眼過爭 這些不是朋友 我告訴你 好 什麼事 這個朋友跟我們普及 嚇得我 怎麼樣 他說 真江中學最早是1872年在長堤 後來燒了 我看見燒了 我不是 原來之前的事 歷史上的事件 真江中學原來最早1872年在長堤 後來燒了 然後在荒川再建 然後發展回來原來的地方 再建長堤真江 真江中學有一段時間改了名叫二十二中 很長的一段歷史 1872年 是的 厲害 1872年屬於十幾世紀 十幾世紀 十九世紀 是不是呢 嚇到我一海 沒有理由我認知有問題 這是我兒子的題目 知道嗎 真的嗎 是的 很多人看 18世紀 但問題是 如果給了我小學的時候 我肯定不認識 我小學問我這條題 我肯定不認識 你在講工學 哈哈哈哈 要去到我高等學服 才學到這些知識 哈哈 這個朋友說 最近相親認識了一個女生 真的生得很漂亮 但每次去吃親飯 都是高級餐廳 一餐一千元一餐飯 我月入三萬 感覺這樣的美女都追不起 為何追美女的成本這麼高 我告訴你這個女生 首先這個女生 不可以以偏概全 我覺得這個女生 如果要真心地和你發展 她都要去這些 這麼貴價的餐廳吃飯 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 就是別人一向在家裡 就是富二代 習慣了這樣的消費 是的 去到這些餐廳 其他都不認識 是的 其他餐廳不懂得去的 然後這個是生活習慣問題 別人富二代 俄富三代 這個習慣一時間很難改 第二 就是真的這個女生 家裡很窮 從來未去過這些地方 終於屈到水魚去了 當然有這麼貴 屈不貴 看到你月入三萬 一聽 剛剛聽電台Hugo 一個家庭一個月的支出 就是兩千 我肯定吃千元 多千元一餐 是的 所以這件事就是看這個女生 但我始終很堅定地認為 如果一個女生 她是真心地對你好 真心跟你好 她會慢慢幫你疼著荷包 這件事 即是你剛剛認識的時候 很難說 剛剛認識的時候 其實不是女生很難說 是你主動要 沒錯 是那些男生 她是衝大頭鬼 是呀 我怎麼都會好些 招呼這個新式的女生 沒錯 那些便宜的地方不好意思 所以就會這樣 但如果不是你自己衝大頭鬼 而是女生 一說吃飯去這些地方 我勸你馬上跟她分開 真的 除非她是富二代 她本身富二代或富三代 她除了這間餐廳 她不認識另一間 這個時候你其實可以 托寬她的視野 是的 對 會跟她說 上星期廣州米其林餐廳 也是揭曉了 其實有很多餐盤獎 那些餐廳 都很大眾化消費 對 很有風味 可以試試 對 可以試試 類似這樣 我相信 如果她是個富二代 她又未曾去過 我們的平民餐廳 你從味蕾上 打開她的心扉 其實這是個不錯的方法 但是如果他真的打算當你的水魚 這樣的話 我覺得你便早點跟他說再見 或者你對他有什麼所求 得手之後你便跟他說再見 是不是這樣說阿智 不願自平 這麼標準 你真是官方 說到這個水魚 小弟不才 我們一些事情上開了一間水魚店 今天又上了幾樣產品 又是基本上被秒 一上新便被秒 我先聽聽我的 我人生第一套高爾夫球肝 有沒有被人秒了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官網 還有我們的下戶短小程序 以及微信訂閱號 都可以上我們Qmall Qmall上最近開了 Hugo的水魚店 就是根據這個水魚 時不時會有些照片 在這裏 但是一上幾乎就沒有了 要留意 是呀 是呀 我水魚店 今天上了幾樣東西 上了四樣東西 一隻Yokalini 阿Ken送的 是嗎 是嗎 是呀 阿Ken送給我的 我以為做什麼 是不是 我是一個結他高手 這麼小把 然後還有一隻沙酸的風筒 這兩件被人秒了 30元 是 還有這個 還有之前那些小毛的印花T恤 還在 然後就是 關鍵就是 其實我重點推薦 就是我第一套高爾夫球肝 2002年8月20日 我記得有收據 當然 我保存的東西 保存得很好 是啊 在中信廣場那間ABC 跟順德佬買的 是的 順德江頭佬 如果在廣州打開高爾夫的 特別是在鹿湖打多的 全部都認識的 這個順德江頭佬 我跟他買的 把小票都在 送些什麼 他送的那些T 送的那些球 全部都在 是啊 我都保存的 這些T我都送的 我都買了出來 是的 球 我拍照已經很珍切 雖然很多球都已經跌到湖 跌到樹林 但是也有 還有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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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十隻球 這個就是我人生第一套的 自己的高爾夫球肝 現在都放在水魚店 很便宜 賣600元 全部齊 三支木肝 九支鐵肝 一支推肝 有T 有球 是吧 齊齊齊齊 過不過人 真的 你看回家找些什麼 是嗎 是啊 好啊 很多人送的東西給你 你又沒什麼用 是啊 是不是 拆一拆 是啊 不如拿出來 好像我的風筒 賣30元 我還要包郵 是啊 我的書 三個九包郵 一個九包郵 厲害 來 上來 買了幾個人 斷捨離 其實我是計過一條數 現在張康新年五季 那個錢 樓盤去到廿萬一方 如果你節省了平方 你便賺了廿萬 完全 是吧 這件事跟一間企業一企 nevertheless 一些丟掉 如果你多賺一千 有途對這企業來說 百尺桿頭 會比較難更進一步 先低一元 就容易了 开完难就折楼容易一点 没错 我常常想着 我家里20万一个方 然后我把账物清掉 然后腾空一平方 我赚了20万 腾空一平方算一平方 两平方我40万 数是这样计算的 所以我涉运费又如何 我这头赚了 以后个个朋友都不走 我去买东西 你怎样有仔赚几十万 这个朋友刚刚打开小程序直播 才发现有个Yoke Lili 感觉错过一个亿 是不是已经被人秒了 秒了 全新的没移过的30元 可能打开那个袋 大家看 我知道它是Yoke Lili 这个朋友说Hugo 你最近是不是真的遇到什么问题 当然了 又在买摄针又在买风筒 很关心 은 大家观看 所谓好意就心灵难 關鍵是上去買我的東西 我太太才弄了一堆子女的衣服出來 現在已經把全盤東西交給你 經過你教育之後 終於不用閒魚台閘電 全盤大生意交給你 這位朋友說Hugo 你的ETC可能接觸不良 我的車也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拔出來拆回來就可以了 拔出來拆回去多幾次 這樣就可以了 手上拿了一封的Email 來自我們充滿感情的電子油箱 loveq at loveq.cn 當然現在關注我們一些事 一些情的微信訂閱號 都可以發郵件給我們 關注之後點擊進去 下面有個菜單 最右邊的欄 點進去就會見到情感郵箱 然後可以在那裡發郵件給我們 Hero哥、志哥你們好 從來都沒想過有一天 我真的會發郵件給你們 因為郵件大部分都是報憂 報起的甚少 我最近面臨著感情的問題 也曾經試過自己解決 但效果卻不是很好 所以不得不在這個時間 緊急找你們兩位自勇相傳 才智個人的感情專家 出來出謀劃策 謝謝你 當然不用客氣 是朋友 首先簡單說一下 我是1994年的 我和我老婆 我老婆是1993年的 我們倆是初戀 讀書時認識 高一時確立關係 現在有一個女兒兩歲 現在我上班 老婆在家裡 臭小朋友 顧家 兼職做微箱 老婆做微箱 你還要上班 是啊 真的 大把錢 是啊 個個不是起題這件 起題那件 有誇張到起題和諧號 我問你害不害怕 我很害怕 很害怕 害不害怕 737你見過沒有 我沒見過 誰貴 不知道 所以 我們不可以對這些奢侈品 特別貴的東西 不知道 顯得我們很沒有水準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這方面的知識 提升 一定要有的 知道 OK 我知道了 每天到刻 只知道 小米手環舊款賣148 新款賣178 這個我也不知道 是你才知道 新款舊款就是那些字 大小小小有些不同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搞到我今天真是上網查地通拿 看看是甚麼樣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不敢關心勞力士 哈哈哈哈 經常覺得勞力士無致敬 哈哈哈哈 唉 好 那就 OK了 看回這封Email 那就是 老婆在家裡兼職做微商 我月入兩萬 但家裡前兩年 以前在老家建了新樓 欠了不少錢 所以經濟也相對緊張 以前我覺得 我和我老婆的主要矛盾 是錢的問題 但最近我才發現 可能不是 沒錯 你們猜對了 又是人妻疑似出軌事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幸好昨天 有一個老公出軌 真的欠了一口氣 哈哈哈哈 不是欠了一口氣 哈哈哈哈 哦 疑似疑似 在這方面 會有一個懷疑 嗯 嗯 疑似疑似 未必是真的 未必是真的 是 那怎麼辦 這個朋友就說 Hilgo志志 未來的金價會怎樣看呢 會不會一直在高位呢 我覺得呢 現在是兩千元 是不是 我好像 突破兩千元 沒有 左左右右 我這幾天沒有留意 我覺得向上的空間 肯定有 但是呢 會不會之前的幅度那麼大 我不敢說 但我想 10-15%上升的空間 一定有 反正 應該一個多月前 看一些專家文章說 可能說 都會去到二千二 馬雅手 會碰到二千五 二千五 馬雅手會碰到 專家文章 不知真是假 我只是轉述 很誇張 如果二千五 有多少入多少 是嗎 不知真是假 誰知道 人家這樣寫出來 是啊 是啊 專家的東西 專家的東西 聽過就算了 是啊 道理上 這樣的形勢之下 這個空間是有的 有沒有那麼厲害 就不知道 是啊 所以如果買的 特別說結婚 想買金色 顏色金是不值錢的 你不要以為 買黃金 整隻金戒指 打隻金額 龍鳳鴉 那些叫買金 兩件事 跟你說 黃金的價值 跟顏色金的價值 是兩件事 顏色金 然後你說 不要了 龍鳳鴉 你幫我打一條 大金鏈 你還要付錢 金譜 要收 收 只要收八五折 我告訴你 所以 買色金 和黃金的投資 是兩件事 大家要搞清楚 二次出軌事件 繼續 這位朋友說 大波東今天不行 是嗎 是啊 恆大贏 1比0 大波東比較擅長 負力 負力 幸好今天沒有說 怎麽是0比0 真的嗎 是啊 雖然0代表無限 大波東 好 講一下這件事 今年我老婆生日 我幫她買了 深深念念的蘋果11 錢不是很多 但花錢的地方很多 錢不多 但對於花錢的地方很多 我們來說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起碼我自己是這樣認為的 然後我就用上了我老婆去年 剛剛新買的小米8 很多都是這樣的 對嗎 即是用老婆換那些手機 沒錯 一個月前 我發現她手機有陌生人的通話紀錄 而且時間都是在半夜 於是我搜索手機 查找微信的時候 發現那個人是個男的 然後加了 但沒有通過 最近幾日前 她幫女兒洗澡的時候 手機拉低了在廁所 我看了一眼界面 那個男人和我老婆的聊天界面 嘩 我心中一驚 看了一眼 嘩 更加嚇人 我老婆都在跟她分享生活的細節 包括在吐槽我 即是說老公怎樣 或者不幫忙 家裡怎樣怎樣 這些生活上的事 是 會不會是一個 在跟另一個男的暗老公 會不會是一個 知己 這樣吧 即是異性的知己 你說得有道理 我又想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葉善文曾經說過 不能成為知己的枕魔可能相戀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說怎麼搞 你說自己 你以為知己沒 mit 我知己就是 自己這感到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熟的異性盟友 行不行 哈哈哈 真的 懂得唱一首 你才懂 不能成為自己的枕魔可能相戀 OKOK 喜聞樂見的女高音音歌 包括吵老公和另一個男人 但這個男人回覆的文字都是 回覆的文字全部都是不正經的 譬如說我老婆跟她說我要去洗澡了 接著那個男人回覆直播直播 或者我老婆發自拍照給她的時候 那個男人回覆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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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 他的朋友圈 没有对我老婆开放 即是他老婆也看不到 那个男人的朋友圈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老婆就刚好 进来问我拿手机 我就马上还原 还原这个界面 第一给我老婆 接着我自己在洗澡 洗澡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很多 整个脑海里面 都非常混乱 但是还是把女儿哄睡觉之后 才落定决心 跟我老婆认真谈一下 如果不是 我那晚根本上就没可能睡得着 然后我又很单纯 我先说了我看到的东西 给他听 真的单纯 其实应该是用戳这招的 即是你尝尝一戳他 等他自己和盘托出 是啊 他说了自己看到什么 我刚才看到什么 什么事啊 人家分分钟已经有这个避案在这里 对不对 有应急避案在这里 怎么回覆你 然后我就问那个男的情况 他也简单跟我说了 是女儿满月的时候 男人也认识的 当时的女儿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然后他在病友群里面 就见到这个男人 以为他是医生 以为他是医生 因为这个男人很积极地回复 其他病友的问题 于是就加了他好友 才开始断断续续地 有谈有讲 然后今年过年前 我女儿手术成功了 但他们却习惯变成了朋友 哪是朋友啊 根本上那个男的想打你老婆 又是那些適合人妻的 你知道吗 是的 因为这样的原因 就慢慢慢慢熟悉了 对方就算是手术做好了 依然都是这样 跟他联络 就是已经不需要在一个群里面 就互相沟通了 但是他们两个就变成了朋友 至少我觉得这个朋友 是你太太单方面觉得 别人是朋友 别人根本就是想召唤她 所以这件事就是 哎 我说你太太太太单纯了 跟你初戀开始 两个都第一次 然后呢 涉世美心 有时就对外面的男人 坏男人的戒心 真的不够 不够防范 最近这几个月 这个男人才开始 慢慢开尺度很大的玩笑 他说跟他没事的 有东西的话 早就删除了聊天记录 太太这样说 其实道理上来说 似乎说得通 但问题就是说 其实之前有些聊天记录 你鬼知有没有删除 对不对 但首先 这个是先生老公发送给我们的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就是按我们的逻辑来分析 但其实重点就是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 我觉得我们就希望他这个家庭 不要因为这些事情 而产生一些太负面的后果 当然了 当然了 大家已经是 有家庭的人 总是希望 维持着这个家庭的完整 但问题就是说 看看我们写不出的男生 他可不可以放下这件事 没错了 我认真地跟我太太说 这个不是开玩笑 已经过了那个度了 他约你善下见面 肯定是为了跟你发生关系 如果不是 不会一直在这里 跟你分享你的生活 如果不是 就不会一直在这里 是你分享你的生活 而他却连他的朋友圈都不对你开放 前几天我们一起去玩 他拍的照片 除了发朋友圈之外 都有分享给这个男人 其中还有他被内衣磨伤后背的照片 哎呀 我的bra磨伤后背 然后还拍照片 发牙给人 这个真的 这个真的有点过分 我觉得 如果再来老公的话 再来老公来说 怎么可以接受呢 对咯 就是 我觉得 开始无言了 开始无言了 OK 但是我太太跟我说 她还是很爱我的 还说起了我们经历过的点点滴滴 北京时间22点30分 这个朋友告诉我 前两天金价跌了 现在的价位是160 如果是160的话 上升百分之15到20 更加是 我觉得是非常稳定的一个预测 嗯 这个朋友就说了 刚才email里面的这位老婆 她说这位老婆不是蠢到极致 就是精到极致 当然蠢到极致 虽然我说我们的朋友的老婆是蠢 其实这件事我都是不好的了 sorry 我一直跟你道歉 但是你老婆真的在感情的问题上 这个处理 会不会真的好像Ben哥的那些女孩那样呢 有这个社交障碍 是吗 社交障碍不是说不懂得和别人讲话 而是不懂得怎样辨别在这个社交障碍里面的人是好人或坏人 如果不然怎样会和Ben哥呢 哈哈哈哈哈哈哈 是的 就是有了这个社交障碍 她根本不知道怎样和别人去社交 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不 是啊 但是真的疯了 给个bra磨掉的后背 照片都发给对方 他还说他是很爱我的 说起了我们经历过的点点滴滴 他答应过我会跟他说清楚 并删除他的好友 但今晚我在我老婆洗澡的时候 今晚我在她洗澡的时候 把我的手机给了个女儿 换了个手机一看 女儿可能玩手机 换了个手机一看 微信好友还在 只是聊天记录已经没有了 避住前面还加了一个A的战 A的战 战争的战 他的微信名叫做战 A是我老婆避住后面加的 好友还是声标好友 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慌 睡不着 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再怎么跟他沟通 希望得到两老的回复或者读出 十年低迷竞尝 其实他本身 我们社交友来的朋友 一开始的办法是 其实都是道理上是对的正确的 就是说第一次知道之后 把女儿安排睡觉之后 认真跟他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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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 首先那个人是一个坏人无用质疑的 那个人是坏人 坏人无用质疑的 但是现在关键是 他老婆多大都不舍得生那个人的好友 是的 沉迷在里面 而且越来越狡猾 懂得生聊天纪录了 意思是他内心是不愿意 当然不愿意 不交这个朋友 是的 但是问题是这样交下去的话 就是一步一步越陷越深 现在反正已经是浅录了 浅录了 OK 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喝止它 我觉得这个时候 第一 就将这件事再认真真摊出来说一次 是 摊出来说一次 顺便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大家拿着手机视频 跟那个男人视频 嗯 嗯 就是直接要求那个老婆视频 你在旁边 是的 三人视频 这头两个谈 对不对 两个男人谈碰它 坦白说 如果是比赞我自己 我一定是很不开心 第一 绝对 第二 我真的坦白说 是不是 今时今日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怎样 哈哈哈哈 衰格些说句 阿智衰格些说句 喂 你有个女儿 对不对 你有个女儿 然后你自己的收入又不差 对不对 我不知道她现在做微商 是去到起提马沙拉提 还是起提路斯莱斯的阶段 对不对 那你如果从经济上来说 你又不用依靠老婆的话 你一个月赚三万元左右 其实我觉得 如果一个老婆是跟你从中学高一拍拖到现在 她都可以做些这样的事情 很多人就说 灵教人打仔幕 教人婚妻 我又不是教你婚的 我觉得这件事 她是不尊重你在先 对不对 如果这个是她追寻的幸福 她追寻的爱情 对不对 我觉得某种角度上来说 你今时今日 以你的条件来说 你放爱一条生路 其实对于你来说 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对不对 但无论如何 我想这个就是必不得已的下策 但问题是你跟她摊开来说 这个肯定是必须的 选择结婚 抱任何的偏见 但问题是 其实可能 中间会轻轻有一个缺失 就是两个人都未曾在情海里面 曾经接受过什么挑战 一下子挑战已经来到这么高的难度 就是一路以来就太过顺利了 对啊 一下子就难度去到这么高的话 那你根本上是向外翻腾什么九州半 不知怎样应对 你怎样应对啊 对不对 这个朋友 我觉得老婆多多一点点 对对方都有些意思的了 建议尽早斩断 不然后果就可以自己想了 对啊 这件事真的要说得清清楚楚了 如果不是的话 任由她发展下去 好像这个朋友说的 这个后果就可想而知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朋友 他老婆被PUA 被洗脑 很难防的 坦白来说 她太太 我觉得是单纯的 我觉得是单纯的 现在我加你好友 坦白来说 不要说什么了 是不是 太古月的烧市 加我好 不过她又不会不让我看朋友圈 每天在那里搜索 因为你讲有新货 每天跟我讲有新货 就是 就是 你如果一个人 加我好友之后 给我一个不小心 虽然我很少看朋友圈 最简单的方法 上我们一些事 一些情的微信订阅号 然后在这个 节目重听 听回这一段 和她一起分享一下 我不觉得她老婆 已经出轨 我不觉得 这件事我坚信 但我认为老婆在这条路上越走越接近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要拉住她 没错了 不过 你有时要这样看 我发现朋友在朋友圈卖东西 做微箱也好 做什么也好 他其实很害怕得罪人 他总觉得多息的朋友 就有机会多买一些产品 是 慢慢的 真的成为客户 所以她对我 她平蔽 我不让她看朋友圈 不要紧要的 关键 我的朋友圈 她看到就可以了 看到我买什么货 是的 所以这件事 又不是我们正常人 当然 她太太也是正常人 不是说我们普通人 我们有时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件事 真的一定要早点谈 否则呢 是的 好 希望听完我们的建议之后 你太太可以拨言醒悟 好吗 相得慢手 今晚情绪很低落 跟男友闹闭闹 好烦愁 相得保佑她 快点出门 找到工作 每天在家 就会睡觉 看见都生气 唉 没办法 先吃快点 四重咒月饼 放一口气 是的 保佑你男朋友 快点找到工作 大家不用那么激气 这个朋友问 我们怎么看浪琪的事 浪琪什么事 浪琪很有趣 什么事 我今天 因为我下午一直在工作 所以我没有留意今天的新闻 包括那些大瓜 本来我中午睡觉 你知道吗 我中午睡觉 我五岁习惯的 然后 看到Ben哥是这么说的 看到Ben哥是这么说的 没办法的 关键跟我们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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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单 下风 广场 我知道 我知道 另外一个 有点 我 我不懂 你不認識 你就是交遊廣闊 不在廣州市區,就在郊區交遊 說浪期 然後我看了一張財經新聞 浪期有5.72億貨 是放了兩個倉庫的 現在就沒有了 憑空沒有了 沒錯 沒有發給誰 關鍵就好像兩間倉庫都說沒有 沒有存在我身上 無緣無故消失了 對,憑空消失了 因為今晚要做節目 我還沒空去研究 兩個倉庫都不認 對 但應該道理上會有紀錄 入貨出貨 對,真的 這個關鍵也挺大 電商賣了 不知道 所以真的很過癮 今天真的有很多事 這個朋友 說浪期第一反應是洗衣粉 難道浪期要出新洗衣粉 不是,那些貨不見了 離奇消失 不是 不是,那些貨不見了 好,那這個粉絲就說 我處理不了 以及從來都沒處理過的事情 心情很差,很壓抑 身邊沒有人可以傾訴 只能一邊工作一邊流眼淚 我的心很痛 希望得到雙低的幫助 不一定要讀出的 我們希望盡快幫助你 因為你等我再寫回信給你 我自己都沒有把握 什麼時候會 無論如何,這麼急 可以幫到你的朋友 事情就是剛才發生的 剛剛我收到我老婆的電話 她說有些事情不知道怎麼跟我說 於是我就奇怪了 今天她休息播 平時如果她休息的話 她起碼睡到12點 於是我就問她 你為什麼休息這麼早起床 她的回答是睡不著 我問她有什麼事 你說吧 因為我聽到電話 另一邊 她的聲音 就已經有點耿泣了 然後她考慮了一下 就說出了一個 對我天大打擊的事情 我想你們兩個都應該猜到了 她耿泣地跟我說 因為之前 有一次出差的時候 晚上出去喝大了 做出了一件 對我不住的事情 實在心裡過意不去 也要自己說出來 本來這些事 其實如果不是處心積累的出軌 如果是一次出差 喝大了 跟接待單位也好 或者自己出去玩也好 喝大了 發生了一些事 正常來說 我覺得男人是不會說的 對嗎 你也說是就是了 你的standard 我也說是就是了 多怕你說不是 你不知怎麼辦 說你不說呢 我又沒有出過差 真的 然後她太太忍不住跟她說 其實我覺得 其實她太太自己 對這件事的內疚程度 是很高 不斷地自責自責 良心發現 自己做錯了這件事 如果不說出來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 怎麼說呢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剛才那個太太 又是 說得難驚一點 又是傻奸奸 真是明知對方 都不慌好人 你說好人好者 正常男人怎麼說 發點裸照給我看 你洗澡直播 這些事情 就是擺明 這個真是這麼猥瑣 擺明猥瑣 但她太太又想 可能她老公 太正常 從來太直男 從來很少很色情 你真的有時也知道 作為一個女性 有時可能的想法 跟我們不一樣 她也要追求這個刺激 她覺得自己是魅力 你明白了嗎 你經常這麼尊重我 是不是我太不夠魅力 明天你一件面穿小件 在你都是沒什麼反應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我魅力不夠呢 當然了 有些女生 你真是假的 有些女生 可能在其他方面 尋求這個認同 剛剛那個是這樣的 這個又是 這個又 其實真的 朋友之間真心建議 如果是一次半次 行叉踏錯就算了 最多以後教育的兒子 教育的女兒 你千萬不要 好啊 最多是這樣的 對啦 你這些事 你和你的另一半分享 你想要的事情向哪方面走 這個無厘頭的電話 一定會令到我們 社群網站的朋友 不知所措 怎算好呢 真是晴天霹靂 是啊 可以怎樣解決這件事 怎樣解決呢 真是 這個朋友 哎呀 又是 哈哈 為什麼 哈哈 哈哈 哎呀 這樣吧 好 那就是 呃 呃 那就是這個 呃 做出了 對我不住的事 我當時聽完之後 整個人都在那裡震 我立刻就問他事情的經過 他說他當時喝多了 不是記得太清楚 而且他自己也不是太想去想 只不過是覺得很內疚 他就很對不起這個家庭 他說自己真的是不是有心的 他說工作有壓力 家庭壓力 各種的壓力 和各種繁瑣的事情 令到他那一天 出去那時 就喝多了一點 於是就做錯了事 自己非常內疚 不想生在這頭家 所以就將這件事告訴我 希望我可以再信他一次 保證以後不再發生 你不想摸這頭家 你就不要說了嘛 你寫封email 讓我們兩個說好地地 我們不會爆你是誰 我做了一件對我老公不住的事 我們肯定 你有沒有跟他說 幾打沒有說 這件事 我常常都會做 類似的 然後開解了就好了 意思是說 你實在沒辦法 一定要談判 你會找我們兩個朋友 你說得出來你自己舒服了 這件事就當過去了 抹掉了 沒錯 做了這些事 不會在身體上有記型 莫非有了 沒有那麼嚴重 對 我突然想起這件事 好 看上去看上去 我是非常非常愛我老婆的 但我同事是一個很糾結的人 唉 死不死 如果是一個比較大條的人 可能算鬼數了 我現在完全沒有心情做事 心情很亂 我聽了你們這麼多年的節目 亦聽過不少這種事情 但當它真正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時候 我發現真的很難處理 我老婆希望我可以原諒她 給她多次機會 我還是很愛她 但這條刺在心上很難捱 很難受 我的女兒今年五歲了 我不希望我的女兒 在一個不完整的家庭裡成長 但我心裏面有這條刺 真的很難受 我究竟是離婚 還是應該原諒我老婆 心情很差 寫得很亂 希望可以諒解 還有希望原諒我 沒有寫讚你們的說話 萬分感謝 因為這種事情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地方 可以傾訴 如果你老婆 像你這樣想就好了 這件事真的想不到 什麼地方傾訴 找我們就對了 現在大家心裏面明明白白 裝了一件這樣的事 這件事究竟是可以 解以多少時間才可以讓她完全淡忘呢 我相信真的很難 很難很難 很難很難 好像她自己所說 都很認清自己 自己很糾結的一個人 嗯嗯嗯 但問題是 站在她的太太的角度 她的太太已經是 已經是很誠心的認錯 對嗎 很想維護家庭的完整 這件事 不原諒她 又好像趕不過去 是 太兩難 太兩難 我們怎樣可以說服到寫mail來的這件事 嗯 其實如果你太太不告訴你 你這輩子也不可能知道 是不是 那到底一個什麼人 可以將她自己做錯的一件事 告訴你 你只能夠 當我們一個人做了錯事 我們很內疚的時候 我們會告訴一個什麼人 我們自己最信任的人 嗯嗯 是不是 而且她還要是 心甘情願地向你坦白 是啊 沒錯 她心甘情願地向你坦白 而且 由此到終 你是她心目中 最信任的人 她在這個世界上來說 最信任的人是誰 是你 本來應該是我們 哈哈哈哈 是啊 但是她最信任的人是你 她最希望 得到原諒她的那個人 又是你 當然了 就是你 其實 你是她的全世界 你是她的唯一 你明白了嗎 你明白了嗎 當一個女人 她當你是她的全世界 當了你是她唯一的時候 作為一個男人 有什麼比這件事更加幸福的呢 明白了嗎 這件事是應該這樣看 不應該說 我心裡有條紙 她跟別人怎樣怎樣怎樣 我不知道 你太太 跟你結婚之前 曾經有沒有拍拖 因為沒有交代 不像剛剛第一封 她兩個都是初戀 我不知道有沒有拍拖 我也不知道你 跟你太太結婚之前有沒有拍拖 我也不知道你們兩個 假如你們兩個都有拍拖 我不知道你們兩個拍拖 在之前的拍拖裡面 有沒有跟男女朋友 發生的婚前性行為 是不是 如果有的話 這些又會不會成為你們心中的一條刺 明白了嗎 所以其實這些事 有時發生過去的事 你就將它當過去的事 忘記它 我們追求一個事情 我們要看一個本質 這件事對於你太太來說 她是錯了沒有錯 但這件事的本質 就是通過這件事 令到你更加清晰地知道 你就是你太太世界裡面的全部 你就是他唯一最值得相信 和最信任的人 所以我覺得 有這樣 你可以得出這個結論 我覺得已經足夠 當他願意向你 說清楚這件事 向你承認他自己的錯 其實他也鼓起了很大的勇氣 是的 這個勇氣是源自於 剛才Kilko所說的 對你的信任 或者源自於 對你的愛 對你的家庭的愛 這樣才令到他鼓起了這麼大的勇氣 說出了這麼不應該做的事 都說給他知道 這方面的信任感 其實你應該是足夠地感受得到的 是 沒錯 而這個朋友也說 相對 我覺得這封喵的男主 既然心愛太太 不如就原諒他一次 我們的朋友是一個女生 最後一個女性的角度 她說人非正言 熟能無過 送回一首吳昌熙的別怪他 別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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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件事已經不是怪不怪 你應該將這件事 昇華到剛剛我說的程度去理解 你明白了嗎 我們不要想其他的事 一年都有春夏秋冬 十隻手指又長短 是不是 不一定你的左手的宗旨 跟右手的宗旨一樣長 不一定的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接受 生活中的少許遺憾 我們的生活就是由這個 開心、不開心、快樂、悲傷、稀奇、遺憾 所有所有這些東西交織而成 明白嗎 就是這個朋友說 我就是想著想著 都是唯有單身 這樣才可以避免出軌 自己都會說 三腳趾鼻沙蟲 太多的無奈了 好 這個朋友今晚依然加上撐相低 前兩個月分手導致絲水混亂 嘴上雖然放下了 但內心留戀之前 畢竟自己投… 畢竟自己投得太多了 想利用工作來衝探 但發覺我自己不喜歡這份工作 辭職了 所以想改變現狀 包括感情和工作 雖然十年的老朋友 但依然在這裡滑鐵路 二十四歲的我 希望將來可以好起來 多謝相低 幕牆結構狗上 幕牆結構狗 哈哈哈哈 又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什麼叫幕牆結構狗 不知道 就是計和設計玻璃幕牆結構工程師 哎呀 我跟你說 真是現在的玻璃幕牆 各個業主 各個建築師 有這麼複雜 設計到這麼複雜 是嗎 就是以求外形引起足夠的注目 是呀 外形飆身立耳 所以搞到幕牆結構很複雜 很複雜 我也不好意思 最近也設計了一個 哈哈哈哈 喂 你說了建築設計的 這個朋友立即問你 是 他說相低有急事找建築設計的Hugo 今天想在陽台裡面 安裝一個三通地樓 但是深水摺頭 不小心掉到下水道當中 手電筒找也找不回 這個摺頭有十合尼米牆 擔心水管會不會堵住了 我不敢跟家人說 一把年多了 還有好小孩子犯錯的感覺 想知道要不要盡快跟管理處說呢 還是我要做些什麼好呢 家裡住在三樓 樓下是架空層來的 謝謝 樓下架空層就很搞 如果在上面 搞不到 就在下面的管 搞斷它 就在下面撿回就可以了 是嗎 很閒而已 最怕下面有幾十層樓 你就糟糕了 還有現在好像在淘寶上面 有些小工具 就可以插進地樓裡 有一個爪 即是夾起來 爪起來 是呀 通渠等等 好像有這些東西 上來搜一下 你這些東西問建築師不是吧 你問對建築師有什麼誤會呢 喂不是呀 做節目只有你和我 那就是問學建築師可以安全一點 你這樣理解就不行 學材料 很難幫他 你要想一下有什麼方法可以溶化他 何材料 你知道物質有多高 唉 真的 這個朋友跟我們做總結性發言 今晚兩個人妻本質上有區別 第一個欲求不滿 主觀上有出軌意圖 第二個承認錯誤 坦白交代 態度端正 第一個離婚 第二個留遠觀察 不同的就是有不同的處理結果 真的 這件事 當然對這件事肯定有每個人不同的意見 但正所謂 常言到 針不刺到肉 你也不知痛 我們所有在事情之外的旁觀者 對於置之事外的我們來說 我們發表什麼評論 其實都可以暢所欲言談笑風生 但問題是 至於事情當中 風暴眼中的男主角 兩位丈夫 其實心情未必 可以兩三句話 令他重新如如回 其實戰勝自己心魔 其實最後都是靠自己 通通